理查三世这个作品 其实还好啦 只是呢 不看你可能错 我觉得你一定会后悔 摄士比亚笔下的残暴君王理查三世 导演王江明要如何为他平凡 也就是说好坏 就是常常是一种相对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生活上常常为了贴标签 去评价一个人是好人坏人 我们通常其实在把 所有复杂的事情去简化 TIFA台湾艺术节唯一国内剧作 三位剧团的理查三世演员双簧演出 全是人偶的身不由己 像刚刚是看到四个人 同时对他的节奏 他的停顿 所以他全部都要设计好 讲到那个时候手是很激动的 甚至有些喘气声 他的身体就要这样动一下 异象世界专访剧场鬼才导演王家明 看他如何颠覆沙翁笔下 残暴丑陋的理查三世 每周一处锁定UDN TV影响世界 这些人都要设计划 这些人都要设计划